幹甚麼? 吻了我同意了 幹甚麼? comforting喔 放鬆你 不要碰我 我心想 things to do 他走啊 不要不說內途 他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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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簡單的片段 分別是剛剛過去的周末 警方近距離 向著在場的記者噴這個胡椒噴霧 扔催淚彈 多次被鏡頭拍攝到 是叫記者做黑記 用強光照射這個鏡頭 剛才只是看到斬燈那裏 其實就是警方的電筒 甚麼都見不到 然後還有就是用盾牌擋鏡頭 以及就有記者明顯地 是遇襲的時候 甚至是在現場那裏呼叫 警方是沒有理會的 之後我們交給攝影記者 協議主席 楊先生去講一講 前線攝影記者遇到的情況 大家好 其實我們攝影記者 經常都會在最前線那裏 跟警察和示威者 是有直接的接觸的 我們從六月中開始 到今天都三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們經常都收到 我們有前線的會員的投訴 就是警察他們怎樣去暴力 的情況是有升級的 首先我講一講 我們這三個月裡面 其實我們出過十五份聲明 全部都是譴責這個暴力的事件 包括是警方去濫權等等 其實我們留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警察明顯對傳媒 是有敵意的 他們經常性是會用這個強力的電筒 去照我們的鏡頭 或者照我們的眼睛 讓我們拍不到 當他們知道這樣對他們 是有好處的時候 他們會經常性都這樣做 我自己一個親身經歷 就是7月28號 在德庫到西的電車路 我就拍了一個 一個黑衣的年輕人 被燭龍小隊制服在地上 燭龍小隊當時 是用他的石頭哥 跪在示威者的胸口上面 示威者無法呼吸 就舉高雙手 視以為我現在無法呼吸 另一個速龍小隊 就即時過來 用一個強光的電筒 照著我的鏡頭 不讓我走 不,對不起 不讓我去拍 之後我就選擇用另一個角度 我不同的理論 用另一個角度拍的時候 我就發覺它是遮擋其他行家的鏡頭 這個情況其實是經常性會發生的 有時候我們就會收到他們的指示 你們慢慢向後退 我很強調是慢慢向後退 之後他們就會加速向前推進 就說我們不聽他的指示 就算站了上行人路 他們都會跟我們說 你走上行人路 我們說他 現在在行人路 他就會說一句 你先冷靜一點 他永遠都是說這句 你先冷靜一點 如果他不夠你說的 他就開一個電筒照著你 第二個拉走 就到另一個房務警察過來 去招呼我們 這段時間其實我們 是沒有跟PPRP溝通的 以前我們都會偶爾到場 看到傳媒聯絡隊 我們都會溝通一下 究竟待會怎麼做 會不會有些特別的安排 或者是採訪區等等 其實是由6月9日開始 完全沒有收過 其實我們跟警察的關係 已經跌到最低點 我也希望警察會加強 跟我們傳媒溝通 你成立傳媒聯絡隊 就是協助傳媒去做事 對不對 另外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警察通例第39條裡面 其實警察在事發現場 應該以互量互讓的態度 盡量配合傳媒的工作 以及不應該妨礙傳媒的攝錄工作 但是大家剛才在片段上也看到 他是經常性用鏡頭 用這個強光去照射我們的鏡頭 我最近發現一件事 就是當那件事件 對警察是有利的時候 他是會讓你拍的 他是會主動讓開給你的影 你這個角度拍得漂亮不漂亮 不漂亮的就讓你拍得漂亮為止 但是當有畫面看到 可能示威者被這個警棍去制服的時候 令到他流血 他就會用盾牌 或者大量的防暴警察 就趕你離開現場 完全不讓你拍到的 其實太子站的事件 就是正正反映了這件事 之後下來 我們會具體回應一下一些 包括來自警方 以至於當間的一些 對於當記者 以至於香港記者協會的一些 講法甚至是指控 請第一個就是 警方記者會裡面 都有多次提及過的 這裡 第一個就是關於記者 經常靈距離 黏著警方的防線 甚至是有指控過說有疑似是記者 甚至他們所說的假記者搶犯的情況 首先第一我們必須要指出的是 警方至今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實質證據 去證實這個說法 並不代表官方說過的東西一定是真的 如果警方是有證據的話 我們歡迎他拿出來大家參賽一下 首先我想跟大家看一看 我們所見到警方所指的記者搶犯是甚麼回事 我自己搶他 嗯 我自己慶祝 剛剛看到這樣 就是其中一個我們所找到的 前線行人拍攝過所謂 警察指控記者搶犯的情況 我完全看不到剛才那裡有 跟搶犯有任何關係 如果是這樣搶犯的話 那就很有可能會世界大亂 另外一個關於零距離的問題 他對她也有問題 就讓他有問題 回家,沒有問題 被人抗給我的 被人抗打,被人抗了 去問問,偶然去但也要去 快點 上去 快點 上去 快點 上去 剛剛這個片段其實都幾清楚看到 裡面有幾個重點 第一 就是警方經常所說的上班行人路 其實有些時候是未必做得到的 包括警方自己 在剛才本來記者站得 都有一定的距離 記者無主要貼上去的情況之下 警方會自己封鎖這條行人路 同一時間叫你上班行人路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剛才看到 其實本來記者是保持了一定距離的情況之下 影響警方虛捕困犯的狀況 但是這個時候就會有 第二隊的警員就到現場那裡 就增援 並隨即貼近在記者的前面 甚至在這個片段的尾段 我們是見到 是有警員主動用他的盾牌 就是黏在一個正在拍攝的記者那裡 將他推走 到底警方經常在記者會裡面所說的 記者和警方的防線 零距離 結果是哪一個造成的呢 我們就會認為 警方都要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 當他作出這個指控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前線警員 到底在現場做了些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 有關於所謂的假記者的問題 作為傳媒公會 香港記協要就這個部分 承擔部分的責任 就是到2019年 我們似乎都未能夠有效地 令到警方理解到底什麼叫做真記者 假記者 這個是記者協會 作為傳媒教育方法做得不好的地方 其實香港是沒有法例規定 什麼叫做真記者 也都沒有法例說什麼叫假記者 所以警方經常在記者會那裡 重複提及說 香港有假記者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我們對於過去未能夠有效地 令到警方了解這個事實 我們非常抱歉 其實在香港來講 任何人都可以註冊成為這個媒體 當然他能否成為官方認可的傳媒機構 這個是有一定的條件 他能否成為香港記者協會的會員 亦都有一定的條件 但是這些官方認可 又或者是香港記者協會認可的會員等等 是可以容許你方便 是可以進入到一些私人處所 又或者是政府的建築物 去參與一些政府 或者是機構的記者會 現在我們見到大部分的公眾活動 都在公眾地方發生 其實除非警方是指控在場的 所有人都是參與非法集結 甚至暴落 否則一個普通人 站在現場那裡圍觀 他都有權這樣做 這個是我們所理解的資訊自由和新聞自由 以至於基本法保障的公民權利 除非警方認為不是 希望他清清楚楚地說出來 還有我們認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要看一個人是否記者 是要看他的行為 當時是否正在做一個合理合適的採訪工作 既然警方表明他們可以在太子站的地鐵裡面 準確地分到哪一個是示威者 哪一個是市民的話 我們不明白 為甚麼警方不可以分辨得到 憑著行為 一個人是否在現場那裡做合理合適的採訪工作 另外 剛才楊景先生都講過 記者是沒有特權的 如果我們在現場那裡做了一些違法的行為 警方是有權去作出拘捕 那我之前也都有一位 來自一份報章的行家 涉嫌了警察辦公 一度是被打入警署 最終只是一場議會 如果警方是認為 有他們認為的所謂假記者 在現場做了一些違法行為的話 警方是可以作出拘捕 如果有一個人自稱自己是記者 然後找東西扔警察的話 他就是襲警 這件事和他是不是所謂的真假記者 基本上是何和關係 而是他是不是在做一個違法示威行為的問題 所以希望警方不要再 就著所謂的真假記者這些問題 在那裡吠嗜聽 好 然後我們就交給楊景興先生 講回有關於記協記者證的問題 我們看為甚麼 我們要把警方 對記者 對記協 對證件 假記者 各種各種各方 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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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放在今次 示威活動 那個背景裡面看 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們是要抹黑記者 抹黑記協 不知發展一些證 來去將他們作一些限制 阻納合理化 他用一些理由 封了個站 不讓記者去採訪 甚至說 很多時候會將所謂封鎖區 很隨意地說 叫記者要走遠一點 我們覺得一個目的就是 剛剛 社會主席所說的 他不想我們拍一些 對他們不利的事情 這個就會去到 我最開手說 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個問題是嚴重的就是 如果我們是賣不去 不去到現場的話 很多的一些 警方涉嫌違法的事情 他根本沒有按他們自己 通則去執法的事情 是公眾不會知道的 整件事情 就會更加知道一些真相的所為